近年来,大量原住民人口失踪,警方坐视不管,失踪者家属在警局门前游行示威 据家属们所说,他们的亲人失踪了两次,一次失踪在现实生活中,一次失踪在警方的档案里 警察找不到失踪人口,但对游行者却有办法,一个拳头把游行者打倒在地 随后控制游行者,阿尔蒙看到警员的粗鲁行为,立刻下路阻止,亲自为家属解开手铐 不顾上司的阻拦,开车送家属回家,中途了解一下情况,布鲁失踪一年多了 搭了个顺风车,然后再也没回家,家属九个月前向警局求助,直到现在也没有任何消息 治安部认为布鲁是离家出走,妹妹认为不可能,布鲁18岁,有个两岁的女儿 爱女儿生过一切,所以不会离家出走,祖母给阿尔蒙一根羽毛 全家都给布鲁叫小蓝松牙,因为布鲁小时候喜欢捉弄家人,藏在任何能躲进去的地方 但这次不是,学问阿尔蒙会不会帮忙寻找,阿尔蒙坚定的表示会 晚上,阿尔蒙和同事一起庆祝圣诞节的到来,好友皮特在布鲁家附近办过案 他想问问皮特,看皮特了解布鲁一家吗,皮特不太了解 不过在调查一个叫凯文的人,布鲁和凯文的弟弟汤米在约会 调查凯文是想看看布鲁的失踪和凯文是否有关 追踪到的唯一线索,都表明布鲁和汤米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坐上了凯文的车 车最后一次被看到,是离开边境的时候,他请皮特帮忙查下车牌 查车牌没问题,皮特要说的是,这案子会让他心碎 因为皮特知道,如果找不到布鲁,他一生都会纠结于此 不久后,皮特查到了车辆的踪迹 两周前在布鲁克林大桥被拍到,之后又在红沟区被拍到 红灯区是布鲁克林的一座连租区,那里枪支毒品泛滥 皮特调查了布鲁失踪那天,社交媒体上所有跟红沟区有关的帖子 终于发现了布鲁和汤米的身影,目前正在联系发帖者 挂断电话后,阿尔蒙立刻来到布鲁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家人 顺便打听了汤米和凯文的关系 两人关系亲密,母亲几年前去世,两人相依为命 凯文负责照顾汤米的持船 据阿尔蒙所指,凯文挣的钱不干净 干不干净的他说了不算,凯文有权销售免税相言 法律不同,是因为他们靠自己的方式 在这个对他们极为不公的国家谋生 他就称之为犯罪,未免也太武断了 看他们如此激动,他急忙换了个话题 会不会是汤米说服布鲁私奔 毕竟人有时候会被爱情冲昏头脑 布鲁妈认为不可能,因为布鲁有孩子 难道因为他们是土著人,就认为他们会虐待遗迹儿童 他当然不会这样认为 只觉得当个年轻妈妈很不容易 秘密看着照片觉得不对劲 从衣柜里拿出牛仔外套 如果布鲁在两周前穿过这件衣服 衣服又怎么会出现在家中 阿尔蒙再次查看照片 不能确定布鲁穿的是同一件衣服 言外之意是相信布鲁离家出走 不管是不是,他都要把布鲁找到 回家途中,不小心撞上一只鸟 他急忙下车查看,把鸟捧在手心 对着鸟轻轻吹气,鸟立刻飞走 转身看到布鲁的身影 这可把他吓坏了,好在是一场梦 刚醒来就接到皮特电话 布鲁妈来蒙特利尔了 就在警局外坐着 说完还给他拍了张照片 他觉得有些不对劲 布鲁的家人认为布鲁不会丢下孩子不管 应该会打电话回来 所以请皮特再复查一下布鲁的情况 找点实际的证据出来 好让布鲁家人安心 来到临时办公地点 把情况告诉女警 布鲁妈又出来找布鲁了 始终无法接受布鲁离家出走的事实 女警一直在想拿件衣服 那是一件牛仔夹克 谁会在12月份穿件夹克 反正女警不会 皮特拿到一份来自毒贩的证词 毒贩两天前卖毒品给汤米 布鲁就陪在汤米身边 阿尔蒙立刻赶到布鲁家 把情况告诉家人 不管布鲁有没有碰毒品 至少说明布鲁还活着 布鲁妈不相信布鲁碰毒品 而且在她看来 布鲁如果活着 早就打电话回家 阿尔蒙猜测布鲁吸毒成瘾 不敢和家人联系 妹妹十分确定布鲁不吸毒 如果布鲁真的吸毒 警方为什么不把布鲁抓回来 不是不抓 而是在纽约州 18岁以后就是成年人 警方无法强迫布� 妹妹觉得阿尔蒙在搪塞他们 阿尔蒙知道有太多的原住民妇女失踪 也知道警方的搜寻工作做得不够好 但现在所有的证据都表明 布鲁是离家出走的 所以这个案件不成立 除非找到其他证据 她劝布鲁妈不要参加游行 如果跟伊诺的警察起冲突 可能会被关起来 布鲁妈斥责阿尔蒙 说她不懂被忽视的感觉 自己从早到晚坐在警局门口 无人问津 被警方当成空气 她说布鲁还活着 却要终止调查 这不是做事不管是什么 布鲁妈有预感 布鲁已经死了 看着痛苦的一家人 阿尔蒙也无可奈何 晚上又梦到布鲁 质问她为什么不找自己了 还说她查错地方 真相隐藏在黑暗之中 她需要倾听沉默的呐喊 女警和布鲁妈聊了聊 她承诺找到布鲁 也做到了 知道布鲁妈难有接受 但真相就是如此 布鲁抛弃了家庭 抛弃了孩子 布鲁妈打断她 不管照片和证人怎么说 他们都错了 布鲁没有离家出走 而是被人劫持 被人伤害 或许已经死了 自己曾深信女警和阿尔蒙会帮忙 可他们却停止调查 对此女警无话可说 本想劝布鲁妈回家 毕竟外面零下20度 谁知布鲁妈不愿意 她只能暂时离开 隔天 布鲁妈仍坐在警局门口 看着布鲁的照片 她做出一个决定 趁着警员出来抽烟的功夫 偷偷进入警局 来到楼顶 阿尔蒙来到警局 只看到了布鲁的寻人歧视 没看到布鲁妈 抬头发现布鲁妈站在楼顶 立刻朝楼顶跑去 可还是迟了一步 眼睁睁看着布鲁妈跳入自杀 布鲁妈离世后 警方对这起失踪案更加上心 女警找人分析了这张合照 发现了新的线索 当晚聚会的人当中 眼睛里有闪光灯反光的光影 且光源来自同一个方向 但失踪的汤米和布鲁 并没有这种情况 说明照片是披上去的 布鲁和汤米根本没去派对 这么说来 阿尔蒙之前的推理是错的 这张照片是迷惑警方和家属的烟雾弹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两人是坐凯文的车失踪的 得先找到他再说 但根据警方掌握的线索 只知道他人出境了 具体在哪儿还有待调查 阿尔蒙把这件事交给女警去做 女警就拜访了布鲁的祖母 为布鲁和布鲁妈的事进行道歉 他不该紧偏一张照片 就断定布鲁是离家出走 祖母没有怪他 心不坏 几年前母亲去世 留下他和汤米相依为命 身为哥哥的他 担起家庭的重任 通过贩卖香烟赚钱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祖母不相信布鲁是兄弟二人杀的 这次女警得谨慎一点 还是先查一查再说 问了凯文家住男后 女警立刻赶去查看情况 大门是锁着的 他只好从窗户进入 墙上挂着兄弟二人的照片 房间里凌乱不堪 像是没来得及收拾 却看了眼卫生间 柜子里放着汤米的药 说明两人是突然失踪的 不是所谓的离家出走 女警将这里的情况告诉阿尔蒙 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发现 几天时间过去了 案件依旧毫无进展 女警觉得不能这么下去 得做点什么才行 于是再度来到凯文家 打算进行一次详细检查 每个角落都不放过 调料惯例 衣帽间 沙发缝隙 哪哪都照了 一点线索也没有 坐下休息时突然看到 地毯上有个很深的印记 而且不止一处 掀开地毯后 他整个人惊到了 地板上有一层脏东西 见识员经过现场看查 在屋子旁的地方里 发现了松针 喷了卢米诺试剂 可以看到明显的痕迹 像是血字 不过得检验之后才知道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重视地板上的是血迹 目前正在与布鲁的DNA 进行比对 地板被漂白剂处理过 只能从木板缝隙里取样检测 大部分都是泥土 头发和其他行为 不久后 阿尔蒙拿出凯文小屋的照片 请皮特帮忙查看 想知道地上的喷溅性血迹 是怎么造成的 皮特也很难确定 但他要警告阿尔蒙 留意案件没问题 但要干涉犯罪现场 那问题可就大了 劝阿尔蒙别再调查 案件很快被媒体报道 凯文已经被列为嫌疑人 警方正在全程通缉 女警在家陪孩子时 突然接到凯文电话 凯文明确表示 绝不会伤害汤米和布鲁 请女警相信他 女警相信 猜猜他知道真凶是谁 劝他说出真相 布鲁家人已经太痛苦了 这些他知道 否则不会再看到新闻后又回来 女警建议他和阿尔蒙谈谈 他却说此事 不能让别的警察知道 他会开口 但只对女警依然讲 约女警晚上在某个地方见面 错过这次机会 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晚上 女警如因而至 凯文举枪出现 让女警放下手机 然后告诉女警 他不是最后一个看到布鲁 跟汤米还活着的人 他在边境接了皮烟草 把车装满 在松岭路被警察截警 其中一个警察命令他们下车 布鲁开始拿手机牌 因为他有前科 所以逃跑了 在不远处听到了三声枪响 等他出来后 一个人影都没了 车也不见了 他以为是警察拖走 就没敢生长 后来才听说布鲁和汤米失踪 这件事发生在前年11月13日 先在新闻上到处通缉他 他得自证清白 不能再这么逃下去了 女警提议让他和自己的上司谈谈 他却极力拒绝 因为警察就是幕后黑手 会陷害他 女警急忙解释 上司跟其他警察不一样 很关心布鲁和汤米 会把他的陈述记录在案 他会被纳入证人保护计划 没有人可以伤害他 可他却不相信 把枪抵在女警头上 观察四周无人后转身离开 女警立刻联系阿尔蒙 刚才和凯文见过 凯文说布鲁和汤米是被警察杀死的 觉得自己被陷害了 当女警提出让他见阿尔蒙时 他选择离开 现在只能等他再次打来电话 阿尔蒙又梦到了布鲁妈的死 这仿佛成了他心中的一道伤疤 惊醒后看到窗外的鸟 然后自己变成了石头 他再次被惊醒 原来还是个梦 女警本想调查 11月13日松岭路的事 没想到访问受限 点进地址想看看有什么线索 却被同事打断 随后来松岭路汽修厂调监控 发现一辆警车跟在布鲁的车后 看来凯文没有撒谎 确实是警察杀害了布鲁和汤米 嫁祸给凯文 阿尔蒙本想帮助凯文 可他现在根本不相信警察 甚至还躲着警察 他们该怎么帮助 无奈之下 女警只好先去阿尔蒙那里 没想到峰回路转 途中接到凯文电话 对方答应好阿尔蒙谈谈 前提是必须保证他的安全 女警毫不犹豫的答应 有了女警的保障 约阿尔蒙在一家遇南餐厅见面 到达约定时间 阿尔蒙和女警没有出现 凯文不打女警电话 无人接听 原来两人在处理另一种案件 凯文家的血液分析结果出来了 不是枪伤或刺伤造成的 像是故意撒上去的 看到凯文的危机电话后 女警和阿尔蒙立刻朝约定地点赶去 可惜来迟一步 凯文已经离开 此刻郑主被坐大巴前往纽约 没想到被警方逮捕 死在了警局里 凯文死后 线索就断了 三村村居民得知布鲁遇害 自发跑去青松岭寻找尸体 这里是布鲁和汤米被枪杀的地方 如果凶手有点懒 或许就埋在这附近 警方已经搜过这一片 没什么发现 树林太大 需要耗费很长时间 无论多久祖母都愿意等 随后 阿尔蒙带来一则消息 汤米和布鲁失踪那天 一个叫丹尼尔的交警在路口直起 女警没听说过这号人 决定和他见面谈谈 但遗憾的是 对方扇雷值守 已经一周没来上班了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 或许是凯文的出现警醒了他 这才躲了起来 另外凯文的死因已经查出来了 种种机箱表明 他是自己吸毒过量导致死亡 可问题是 凯文虽然在黑市蔓延 但从不接触毒品 肯定是这个叫丹尼尔的动的手 他一个人没这么大本事 说不定有同谋 这片树林得在扩大范围搜索一下 看能不能找到布鲁和汤米的尸体 阿尔蒙回去后梳理了线索 发现一个小细节 凯文家的地板方里有松针 房子建在山下 周围有很多松树 松针踩在木板里很常见 话虽如此 但阿尔蒙在意的是松针的品种 是不是和附近的松树一样 还是说来自其他地方 这个女警还真不知道 得去问问见识课 阿尔蒙则跑去平静中心找毕亚 刚进门就被后山的场景吸引 墙上挂着各式各样的红裙子 这是毕亚的作品 每条裙子都代表一个失踪的投注女孩 最近因为布鲁的案子 阿尔蒙没怎么休息好 毕亚看她有些疲惫 好心安慰了几句 没过多久 女警带了一条关键信息 经见识课检验 凯文家找到的松针是百松 和房子附近的松树不是一个品种 证明是从其他地方带进去的 或许和杀害布鲁及汤米的凶手有关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两人的尸体很可能被埋在百松附近 青松里的松树品种角度 大部分是红松 但有一小片区域种的是百松 警方的搜查小组没搜过这个地方 尸体被埋在这里的可能性很大 阿尔蒙立刻派人去搜 果然发现两具尸体 应该是遇害的布鲁和汤米 两组牙科记录吻合 身份得到证实 现场还发现一个弹壳 光纹独特 是警察专用枪支 弹道检测应该能查出来是谁的 但检查内部现在不安全 还是另找地方做弹道测试 法医检查过尸故 杀死汤米的子弹击中软组织 但无法确定具体位置 布鲁后脑勺中了一枪 应该是在投跑时被击中的 身份基本上已经确定 阿尔蒙把这个消息告知家属 遗体现在还不能认领 等做完弹道分析 抓住凶手后再放心安葬 事关重大 阿尔蒙没有耽搁 找所有人帮忙做了弹道测试 结果令人意想不到 查到了两把不同的枪支 而且都注册在警员面下 两把枪没有尸件或丢失记录 一号枪射出的子弹打中汤米 枪支登记在交警丹尼尔的面下 二号枪击中布鲁 过程中开了两枪 枪支登记在皮特面下 看到这里 阿尔蒙整个人惊住了 他没想到自己最信任的好友 竟然是个杀人犯 有那么一瞬间 他希望是报告写错了 这个消息对他打击太大 打算回家冷静一下 没想到皮特夫妻来家里做客 阿尔蒙假装若无其事 和几人玩起纸牌游戏 妻子察觉到他情绪不太对 但也没说什么 听说汤米两人的尸体已经找到 皮特认为是凯文干的 阿尔蒙故意迟反对意见 这件案子不一定和凯文有关 有可能是汤米发现凯文和布鲁有一腿 三人起了争执 凯文失手杀死汤米和布鲁 然后因为愧疚 可要死在牢里 可如果人是凯文杀的 那交警丹尼尔为什么要逃跑 难道他也参与其中 这些话把皮特问得一愣一愣 只好转移话题 尸体是怎么被发现的 这还有多亏凶手露出破绽 在凯文家留下百松松针 这种松针比较特别 会粘到衣服上到处都是 青松里的松树种类有很多 唯独白松只有那一片区域 尸体就是在那里找到的 说完这些 阿尔蒙又讲了个小故事 从前有一只蓝松牙 又冷又饿 想要找个舒适的气神之所 但林中的每一棵树都拒绝让他停歇 最后没办法 飞去了松树林 向松树诉说自己的需求 松树很爽快地答应了 他的松针虽然单薄 但至少可以帮忙度过寒度 听完这些话 蓝松牙露出了真面目 他根本不是鸟 而是魔法师变道 他诅咒这片林中的每棵树 在冬天掉光叶子 唯独松树可以四季长青 故事讲到这里 皮特好像明白什么意思 阿尔蒙妻子总结一句话 人不可貌相 女永远也不会知道 某些人背后的故事 跟外表截然相反 阿尔蒙随身附和 皮特显得有些紧张 聚会结束后 妻子问阿尔蒙和皮特怎么回事 两人看起来不太对劲 阿尔蒙没有隐瞒 尸杀布鲁的子弹来自皮特的墙 凶手很有可能是他 妻子听了也很震惊 不知该如何回应 只能也拥抱给予安慰 虽然两人是朋友 但做错事就必须接受处罚 领导很难相信这个结果 但听了阿尔蒙的叙述 还是决定把报告递交内务部 看上头怎么解决 另一边 祖母给女儿和布鲁举办了一场送别宴 前来参加的人全都盛装出席 阿尔蒙也不例外 祖母首先向他表达谢意 因为他的坚持不懈 布鲁才能回到他们身边 和家人团聚 报告交上去之后 内务部很快就有所行动 有传言说 内务部对布鲁的案子如此伤心 肯定另无隐情 听说有个高级警官想销毁证据 拿走了案子最关键的子弹 内务部准备对其实施抓捕 这个人不是皮特 而是阿尔蒙 听到两人的对话 尼克有些惊讶 不相信阿尔蒙会做出这种事 但为了让自己放心 尼克还是跑去向阿尔蒙求证 阿尔蒙听到这些谣言 意识到大事不妙 急忙开车离开 去皮特家查看情况 听他妻子说 皮特一早就出去办案 明天才回来 阿尔蒙知道这是借口 但没有在皮特妻子面前多说 直接开去他的庇护所 并把地址发给女警 让他过去抓人 到地方后 皮特的车停在这里 看到门没关 阿尔蒙直接走进 房间里乱七八糟 像是发生过激烈打斗 环视四周府发现 丹尼尔的证件在这里 还没搞清怎么回事 外面就传来声响 透过窗户一看 有辆车着火了 急忙跑出去查看 车是凯文的 皮特说被丹尼尔开到这里 车上放的全是走私香烟 当晚他们拦车进行扩压搜查 谁知汤米突然掏出一把枪 丹尼尔处于本能做出反击 这个皮特觉得合情合理 阿尔蒙不想听废话 只想知道那些消失的子弹拿去了 这个皮特不是很清楚 但据他猜测 丹尼尔应该在弹道分析部有熟人 对报告做了手脚 散播是阿尔蒙开枪杀人的谣言 还把凯文的车开到这里 栽赃嫁货给皮特 他这么做 明摆着是在陷害两人 实际上他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 车是丹尼尔烧的 皮特并不知情 阿尔蒙不信 车里有个被烧焦的人 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丹尼尔 如果要畏罪自杀 何必多此一举 选择这种方式 肯定是皮特干的 两人是40年的好友 阿尔蒙不希望皮特有事瞒他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 皮特也不藏着掖着了 这一切都是丹尼尔的计划 他知道凯文会拉一车走私烟经过松岭路 于是窜托皮特和几人在半路拦截 事成之后给他们分钱 皮特没进得住诱惑 答应了丹尼尔的提议 可谁知中途出现意外状况 凯文出于害怕溜走了 布鲁则拿出手机录像 质问他们有没有管辖权 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了 丹尼尔失控 想从布鲁手里抢过手机 汤米站出来阻止 结果中了丹尼尔一枪 皮特当时就慌了 布鲁在全程录像 一旦曝光 他的职业生涯可就完了 所以他别无选择 只能朝布鲁开枪 没有证据和目击者 这件事就不会有人知道 可现在说这些为时已晚 杀了人是要付出代价的 阿尔蒙可以被他去自首 争取让法官宽大处理 可皮特不愿意 他不想自己的后半辈子 在监狱度过 但他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证据虽然被销毁 但阿尔蒙这里有辈分 还有子弹的照片 他是逃不掉的 目前只有一条出路 那就是自首 好说歹说 皮特终于答应 可就在两人准备离开时 皮特反悔了 或者说他从未想过要自首 他默默举起枪 朝阿尔蒙射击 索性没有下死手 只是打中肩膀 男警和女警赶来时 阿尔蒙倒在地上 皮特不见踪影 意识模糊时 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男警见此状况 立马打了急救电话 阿尔蒙福大命大 不会有事的 三层村的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关注我 解锁更多精彩好剧 我是登登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